高雄市9日新增4例本土COVID-19确诊个案 市长曾奇迈表示 感谢基层诊所的把关 协助找出确诊个案 其属于春节期间家人传播 因为涉及跨县市的移动 详细的感染源还在清查 今天高雄有4个本土的个案 是属于过年期间家人之间的传播 在家人之间的部分 等一下详细的疫调 我请潘基层来跟大家做说明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 因为发现我们第一个个案 是我们一家非常激进的基层医师的诊所 真的要非常谢谢你 因为他在看诊的时候也发现说 小朋友有发烧咳嗽的症状 就立刻给予快筛 快筛阳性 所以就转接到医院来进行裁剪 因应学生即将开学 陈其迈说明 师傅这几天持续盘点击查 并加强校园清销 及防疫卫教工作准备 另外就是说我们小朋友要开学 这几天市府都在大盘点 大鸡茶 针对好好的部分 所有轻销的防疫措施都特别在注意 包括市长、副市长和我们所有的主管 都去好好 现在开始准备开厚的事情 所以也拜托说我们的小朋友 第一天小课的时候 这次拜五 拜托所有的卫教和防疫措施 我们一定会够好 拜托大家家庭 跟我们的小朋友都要 大家遵守我们的防疫的规定 让我们团结防疫 把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好 陈其迈表示 2月7日至8日 高雄港造船厂 迄今社区普塞 就未发现阳性个案 在扩大匡列隔离后 社区感染风险非常低 显示高雄港群聚事件已逐渐落幕 我们下期见